对人家一诺说的那些话 咱都没忘呢 对吗 你这是现在转脸又这么说 反正够我这话 我说不出口 我真说不出口 吃点菜 姐夫 对 对 一诺 我敬你呗 来这家一年多了 所有的表现 我们都看在年龄里头 你甭听有些人 什么云山雾罩的 压根就没喜欢过你 我跟你交个底吧 我让你再说一遍 你有病吧 蹬鼻子上脸 你就知道跟我恨 你有本人 你跟人家都恨啊 对不对 你当人面 你把你背后说人家 你都说出来啊 我说了怎么着了 我就是这种人 你怎么了 爸 你干吗 老提我呀 也没关系 不是 咱在这家 咱俩大老爷们儿 咱得有点发言权吧 对不对 对 后面来来来 你这 不是 干吗呀 咱没喝完呢 爸 就让他坐这儿 把话说清楚 行了 行了 你再把孩子给吓哭了 咱俩不生气了 咱俩没跟你生气 这么闹的吗 没生气 灰灰带妹妹去屋里玩一会儿 好好 给我们大哥灰灰 好 谢谢灰哥啊 乖啊 姐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意 今天都说到这儿了 有什么想说的 敞开的说我都听着 好不好 好呀 我谢丹这个人啊 我敢做敢当 我背地说的话 我当你妈也敢说 梵依诺 我不喜欢你 我也不接受你 好 我对你这个人没有意见 如果咱俩是做朋友 我怎么都可以 但现在 你嫁到我们谢家来了 我为什么不接受你 因为我替我弟觉得亏 我替我弟觉得不值 我弟是一大小伙子吧 他什么姑娘 他不能娶啊 他为什么非得娶你啊 他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 天天给你养孩子 凭什么呀 我心疼他 起来吧 你个大男人洗什么碗啊 我洗完了 别别弄脏手了 姐 刚刚一弄的态度 你也看见了 我说过的话呢 你也想想 当初我跟芸诺结婚的时候 家里跟师父怎么赞同 但是 我说过 我现在还这么说 这是我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你们理解 也希望你们尊重 我自己的选择 那不就够了吗 我是你弟弟 你肯定的希望很好 对吧 结婚就是你连接的看着呢 你能不能表现的 我跟她的关系是什么样 都在你们的眼里 不管你们怎么想 怎么看 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想 怎么议论 我自己过得好 那不就够了吗 对不对 姐 姐 晚上都没怎么吃饭 老公今天表现好 嗯